先講一下就是好像很喜歡這個包包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包包就是感覺 來到了真的夏天要帶它去海邊跟野餐的那種氛圍 而且以及它可以替換手把袋以及內袋的這兩個因素 讓我覺得說可以滿足我那種一種很貪心 想要有很多不同包包的那種慾望 那然後不免許就是要問到最近就是藝人惹出的這個事情 那你私底下有跟倩榮他們有來往嗎 或是跟他有算是嗎 覺得之前在工作的場合有遇到然後會打招呼這樣子 那有認識這次新聞的那個主角那個飛官的夫妻嗎 對 有在夜店遇過他們嗎 因為他好像 他們會去嗎 對男生的部分好像現在被講說常常去信義區的夜店 可能不同群沒有遇過 對 那我想問啦 我緊張了 有緊張啦 然後那像就是因為他其實他去的時候大概都是 因為他已經已婚嘛 但他去的時候都是他一個人去 那以女生來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就是結婚後的男生自己一個人這樣去夜店 你覺得這樣OK嗎 我覺得如果他的另外一半可以接受的話 那就是他們家的一種家規 那我覺得這個每一個人家裡的狀況都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是你的話你會覺得OK 如果是我的話 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 沒有 沒有